国庆日大清早 台中市府广场前聚集满满排队人潮 绕过一圈又一圈 全是为了这个以黄色为基地的花博随行碑 我们拍了很久才拿到 本来心情非常惨 特以为说拿不到了 很好啊 很漂亮很精致的礼物 很有意义啊 上面都是花博的标志 表示我们台中市办的这个活动 对我们市民来讲我们觉得很光荣 不让台北汪汪包专美于前 台中市府借着国庆宣传11月的花博盛会 发放限量3500份花博杯 整个国庆现场也都飘着浓浓花博味 站在市长林家隆身旁一同升旗的 正式花博吉祥物欧密码 唱国歌环节则是邀请雅加达亚运夺牌选手 与东南亚新著名一同现场 台中之美在与族群共同 在下一次国庆升旗的时候 相约再会 大家说好不好 好 与市民约定后下次国庆再见 林家隆这段致辞意味深远 而年底选战对手卢秀燕 也以市民身份来到现场 我不是只有今年为选举才来升级 我去年也来 以前也常常来 我会希望这个不要有这么大的清空区 那市政府跟人民距离不要这么远 卢委员他也第一次来参加 我也很欢迎 我们事实上是有邀请他 他可能客气啦 那不要紧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这样办 不要变动就最自然 蓝绿参选人锁点市府目光炙热 随头笑着祝贺国庆大典 两人也没有碰头 隔空却是频频擦出火花 欢迎新闻红石城张远春台中报导